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這一節,我跟大家說一下 之前他們全部都好像有瓜有葛 是嗎? 余文樂跟陳冠希有什麼共通點呢? 當年姓全兩位是爭嬌 爭嬌 爭阿Gurian 就是鍾欣彤小姐 那麼,兩個都有新聞處 嗯 就連女方都有 是呀 那麼,最後誰爭到呢? 我們看到數據顯示,似乎是陳冠希爭到 是啊 陳冠希很多都關他的事 余文樂爭不到 余文樂啊 連錢都好像奶奶的 她那個NFT 虧到 虧了一半 很糟糕 是啊 那麼,陳冠希這陣子 就說他回了香港 跟大家說說 還有阿嬌這陣子就厲害了 已經不是肥嬌了 肥嬌沒有人愛嘛 又變瘦啊 瘦嬌有車載 哇 目測的腰只剩23吋 哇,他真是厲害 是嗎? 好像氣球一樣 有空有空有空 他真的練成了 神奇先生那些 橡皮人 是呀 那麼,請大家給個讚 支持我們資料搜集 沒錯 支持我們五銀計Platron 有無廣告的廣播 下面說明 有條連結給你進去 嘻嘻和我們討論 他就是管理員 你跟他聊天 不是跟我聊天 嗯 好,我們現在說說NFT 那個余文樂 余文樂爭域 就是他的NFT 是 三個月 糟糕了 喂,他之前不開賣的時候 爆了 又說發財又說成成的 全亞洲最強NFT 嗯 就是余文樂主理的Zombie Cup Token 嗯 2022年3月15日開賣 當時單價 是以太幣計算 每一隻就是15584元 哇 不過持有者 這期 割肉慘舍一半離場 嗯 現在剩下多少錢呢 跟大家研究一下 過了三個月的今日 NFT系列出現就是出走潮 走了,散貨啦 是 加密貨幣紅市之下 當初高價扣入的持有者 現在呢 就低於駐造價 那個發行價出售 是 幣圈之為破法 就是叫做破法的 現在呢 余文樂那隻Zombie Cup Token 那個地板價 就是叫做最低可購買 就是7,648元 哦 你問我靜不靜呢 我都不清楚 接下來呢 月底好像張敬軒出一隻NFT 嗯 但是如果現在跌出 那會有升值的潛力 我接下來有一隻 我告訴你 OK 不是我出啊 張敬軒那裡 我有一隻 我告訴你 我會什麼時候放呢 我等著MIRROR出我就放了 MIRROR 應該是帶動了那個NFT的潮流 但是之前余文樂那個NFT一出的時候 大家都說到 即是碰了 怎麼說粗 是啊 即是碰了 很激動的時候 大家說到 哇 幾多億啊 為什麼余文樂會碰呢 富豪 為什麼他會碰呢 我都不明白 但是 是啊 有什麼這麼碰呢 這個人又不紅 他那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他出的時候 特別 好像說到很厲害的 威食雞 我覺得是炒熱度 即是造勢 這些東西都是造勢的 那他就算回得慢 之前有人說 杜汶澤出的NFT都是造勢 研究過 造勢 那做勢就什麼都要造勢的 難道說 沒有人要快點 價錢買什麼 這些不是走這些路線 價錢買什麼 價錢賺什麼 一定要那個稀有度 月底 就好像張敬軒出 是嗎 又再掀起一個熱潮 應該會 希望是 我都是持有者一之一 好 余文樂就炒粉 如果是這樣算的NFT 不過是很少部分的身家而已 他都賺了 叫他拿一些錶出來 很多錶 油脫錶 油脫錶 這麼多錶 他怕什麼 原來陳冠希 除了NFT之外 他又是怎樣 他買很多新鞋 他的鞋挺漂亮的 你看他的鞋 八萬元一隻 為什麼是一隻 不是一對 哦 還是盲盒 Nike收購了 所推出的盲盒 不知道一定 不穿得的話 一隻 他拿來給你收藏 只有一隻 那隻鞋很漂亮 你說如果只有一隻 你不是還拿來收藏嗎 是 講講陳冠希 最近低調回港 現身在畫廊 有網民說他 男神回春 回春? 看你哪個角度拍他 哪方面 我剛剛昨天才看到陳冠希 那樣子好像 醜醜的 喂 不要說什麼 之前你打個名字 網上的圖 那樣子 怎樣的樣子 你知道為什麼陳冠希 會回香港嗎 為什麼 早前直播說 她的愛女 她是一個女兒 最近拍電影 走她老爸的舊老 低調回港 被野生捕獲 竟然不是她拍 是她的女兒拍 所以有一個星二代的市場 原來她是什麼畫廊 就是她的朋友 MC人 即是LMF的 我知道 攝影師 夏永康 和其他藝術家 在畫廊裡有東西展出 他支持朋友 以前說她有白頭髮 有中年發福 現在人家說她英俊 一個男神回內鳥 重拾這個男神形象 回春堂 看起來的款式 只是對眼 每個人有口罩 男神 對 而且相片又鬆動蒙 鬆動蒙 很難說 兩位余文樂 都好像做掌上壓 都沒有力氣的時候 上次 對 舊時很fit 余文樂 又打球又善善 有點虧 現在幹什麼事 阿嬌不喜歡你們兩個 阿嬌 阿嬌 售出新境界 售出新境界 阿嬌都售賣 哇 她真的很厲害 她掌握了密碼 沒有什麼密碼 不吃東西就收 有多少不吃東西都是這樣 磅 我當時見過阿嬌吃東西 很小的時候 我們看她拍《愛情當鱷瓶》 身材成為網民的焦點 女人的身材一定是喜歡看的 她的女神級的逆天顏直 真的很漂亮 阿嬌就 不過有時肥腫難分 肥起來的時候 一人就形容她跟小小顆 可以是爭一天的長短 近來拍《成風破浪》的姐姐 努力減肥、節食、做運動 最佳狀態出戰 瘦身成功回復巔峰的顏直 激瘦的身材 女神歸位 嘩 阿嬌她回來了 一陣風 她 感覺到大師兄回來了 網民拍到她在酒店出現 把短片放上社交網 這個人 阿嬌 那條腰 真棒 蛇腰 減肥、漸健成績的阿嬌 穿著巴托 加一個外套 看到腰相當幼 目測我只有23寸 同行出名 Fit爆的阿嬌 比下去 慘不到 厲害了 阿嬌也是很Fit 阿嬌更厲害 阿嬌在街上看到她 我40歲的時候也要像她這樣 我再過30年才說 即是十多歲應該說這些 YASA 40多歲 少女感真的是極重 你見她一瘦或一Fit 那些氣質又不同了 當然 她很有趣 她真的厲害 她可以控制到自己的身形 對 原來阿嬌做什麼運動呢 做什麼 做平板支撐 哦 平板支撐 就說得到激瘦就超開心 堅持做 阿嬌就不管了 阿嬌說超 我就吃大餐 你慢慢吧 平板支撐也有些用 你在這裡保持的時候 周邊都用很多Energy 其實很簡單 減肥有什麼密碼呢 用多了就瘦 吃多了就肥 有些人自己想動兩下 就叫做用多了 她說 我就動了 都不瘦 你當然了 拿著兩個甜筒在那裡 那鬼不知道你嗎 阿嬌減肥過程是相當辛苦的 因為下了不少苦工 節食之外 密密做運動 阿嬌彩你有味 在那裡就好像吃泡妃一樣 他吃東西阿嬌堅持平板支撐 他還說 阿嬌啊 必須要有一個這樣的魔鬼 我身邊提醒我 但是這個魔鬼瘦 很嚴重的 吃東西那個不肥 不吃東西那個肥 真的嚇死人了 過程就辛苦了 但是真的瘦很多 就努力keep fit 阿嬌被問到吃飯和睡覺 只能二選一的時候 非常機智地回答 教你一個成語 缺一不可 嘩 這些真是有智慧 對 而且他們的比例是挺漂亮的 阿嬌的身材比例 所以就沒辦法了 阿嬌公開地獄式減肥 就說別人說他很可憐 全日只吃什麼呢 吃什麼呢 只吃白雜的東西 吃紫薯 吃薯 吃薯仔 是的 都可以的 不要太甜的 吃薯仔 蕃薯 是 紫薯 原來是這樣減下去 即是他飽到肚 但是沒有什麼營養 那種 沒有什麼肥膩的東西 你不停拍些纖維 打爆到感覺上面 那就很重的澱粉質 但是他可以 紫薯 不是 那他有活動的 是 他有活動的 如果你連 點營養 都不給他 我把他放在那裡 就是說阿嬌減肥 嘩阿嬌你看現在瘦到 嘩 好像跟以前的圓圓圓圓 是兩個人 對 阿嬌真厲害 所以他自己找到自己的那種 身體那種厲害的密碼 好了 多人爭嬌 原來阿嬌的前夫 余文樂有分爭 陳冠希有分之一 還有一個前夫 誰 他的前夫是台灣那個 那個 不知道他說什麼 醫界王陽明 不知道他怎麼來的 他的名字我永遠不懂得讀 他叫他賴宏國 隨便 有邊讀邊 有人說 你經常不懂得讀那個字 你一讀二三十萬個字 你不會懂得讀的 有些字 我也不管 由他繼續 他老公 就是前夫 阿嬌前夫 大年初一求婚成功 其後出席 自家依美的家 依美春明 大方成形 未婚妻 已經懷有苦辟了 阿嬌前夫也生寶寶 即將傷起臨門 八月做爸爸 她老婆被稱讚成仙女下凡 即是阿嬌前夫的老婆 大肚類類 表示 他已經和這兩個人已經註冊結婚 第三次結婚了 那個前夫已經是 阿嬌是第二任 他現在第三任 那個是結婚上癮的 不知道是不是 對 婚姻成人 從未曝光 第三天 那位老婆 Alex的漂亮 不出 免得被人說 有比較 叫你 不會漂亮 一定叫你不叫 叫漂亮 誰叫叫漂亮 多如說 是不是這樣說 首次曬出 她的漂亮 高調 放閃 放恩愛 分享了夫妻之道 和朋友聚會合照 別人都稱讚 你老婆好漂亮 仙女下凡 有沒有那麼漂亮 看過 那個樣子 OK 壞鬼 他認識了女兒也有 沒有阿嬌漂亮 不過 都是漂亮 感覺上都是漂亮 很高大 看起來 臉很細 體型 手長 手長腳長 阿嬌就是 感覺上四肢短一點 沒錯 原來這個Alice 是前阿聯遊航空的空姐 辭職之後 轉行做電子科技業 她的老婆 就是現在的老婆 曾在訪問中表示 阿嬌的前夫 早在農曆新年 跟她求婚成功 兩個人當初交往 就不知道她什麼 不知道她是阿嬌的前夫 是這樣的嗎 說她的人很善良 個性很好 連吵架都罵不到那種 有時候還會欺負她 一個這麼好的男人 怎麼會離婚兩次呢 不知道 又是那種成精還是成癮 真的不知道 這些是人夾人的 人夾人而已 她還說她一個這麼好的人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這麼多報道要抹黑她 這樣 嘿 你都沒看到那男人的真面目 剛剛認識 當然是好的 現在 即是叫做 錯相識 都未摸清了你的底 不過都是說人夾人的 優宅嬌那些 可以晚上課金給網紅 課六萬元 給小鮮肉 你說是她老公 你又怎麼看呢 這個空姐 未必會做這些事 當然 人夾人而已 未必一定差 有人吃東西吃上頭 有人吃東西吃味道 你看你喜歡吧 沒有所謂 哪一檔咖哩認真好都沒所謂 總之你喜歡吃就行了 都幾混亂 這班人好像有點瓜葛 說出來 幾尷尬 說出來都很尷尬 為什麼呢 一會兒 你啊 她 嘩 那條線 這個或情敵 這個或曾經 這個前夫 這個現任 那條線 就是慈人線 回答到 通天 不要緊 其實這些是周邊的東西 最重要是自己過得好 看看余文樂的東西 什麼時候再便宜一點 沒錯 其實NFT都是可升可跌的 這些東西就自己玩就好了 可能她玩完就算數 她都是襯虛的 現在一個月潮 她賺了 月潮過了她就算數 然後弄一隻不知什麼T 沒錯 弄一隻得得B 他遲早弄一隻 得得B都不紅了 得得B 對 就是這樣吧 拜拜